哇,大哥,全部都是泥 為什麼全部都是草來的? 沒有人的行人在我門樓行過 對,對,對 好了,這一集有很多很多留言的業主 就說,喂,有些人來收樓的時候 一看,哇,大哥,全部都是泥 以前那時候都不見水 這個是濕地公園,是濕地公園 其實現在看過這條是很苦的,去到那邊 但是現在為什麼全部都是草來的? 我知道你做了這個資料搜集 告訴我們觀眾聽,全部都是真實的資料搜集回來的 是的,博士,我們每天都在這裡,現在就知道了 因為你剛才進來,其實看到工人是施工的 現在是在做越林 我看到有些釣車 釣車其實是釣綠植 植物,那些樹 是的,樹 現在看到外面其實是審了一些白灰線的 是,鑽了白線 它是做一個規劃的 有一邊可能是人行道,還有一邊是中樓 即是白線向河那邊是行人道 是的,以我們來看,就是應該是白線以外 來河近的一邊是大約一米闊的,是人行道 即是我們的棧道,休息道 靠內就是陸直 陸直進來就是我們 肯定是的,沒有人的行人在我門樓行過 是的 其實如果入職的花園 當然大家不要用當時售樓的樣板房 大家在香港看樣板房 對,樣板房當然會弄得很漂亮 其實這個花園 當然你按外面購買房子 其實花園也不小 只是樣板房那個很大 是的 其實這個到時候如果要種草 還有現在它的水不是截停了嗎 是,它現在是關上樓的水口 它因為現在要在這裡做事 因為它要做事 所以它先截好水 對,截好水 慢慢煮好之後就放回水了 放回 而且現在很多釣車 我看到有很多樹、植物在運進來 它現在正在整整條河 到時候就非常漂亮 而且現在來到現場 其實這個和對面其實那個都很闊 很闊 很闊 如果上一集平時說 如果我的窄古池不弄在這裡 其實這個花園是很大的 大家可以到時候在我們設計上 我們還有 我們現在我們翻了很多 最新鮮的戶外傢俱 或者那些釣椅 露營傢俱 是的,這個花園其實按照你的需要 譬如我有小朋友 或者我有老人家 老人家可能會坐下來喝茶 小朋友可能會做一些釣椅 波波池 讓它玩一下 這個Persi 到時候我們設計師那邊 就會按照大家的需要 去設計一下這個花園 如何善用它 而且這個花園 我們也看到有些位置 其實在旁邊可以做一些樓梯 大家也可以入口 可以走下去 或者是在棧道那裡 是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到 可以這樣說 是的 現在邵強 他跟管理處一天在那裡 其實大家記住 入我們這個 碧海銀湖的業主群 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或者大家還有什麼想知道 你知道我拍片 說不到那麼多 拍不到那麼多 大家有什麼想知道 邵強就會幫大家去管理處 或者發展商那裡 或者有關的政府部門 會收到最新的消息 我們會和大家分享 讓所有業主都知道現在的狀態是怎樣 大家不需要擔心 是嗎 好 還有通常你們的程序 通常什麼時候去到開工的時間 其實是要看那個職 物業那裡什麼時候審批 他就會通知你可以開工 上一集說到 我們所有的工程 我們都一定去驚訝 邵強去找物業那邊去審批 是的 我們會窮的說 還有我們也去管理處那裡 跟你問一下 我想這樣做 我想這樣做 可以不可以 是嗎 一定要問 就是我們進來這個區 管理處是日後我們一天對接的公司 是的 我們不可以跟他 就是要搞個關 當然 希望幫助大家 因為香港人買得這裡 很多業主 所以不要每天都在這裡 是 就會靠我們V家公司 我們這些部隊的人員 每天去最新的消息提供給大家 鏡頭又來回我們的大設計師 好 今集我想讓觀眾更了解 是 我真的要交給我們V家 來幫他開工工作 沒錯 那個程序是怎樣 還有預算是怎樣 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第一步 其實我們首先要認識客人 我們要跟客人見面 會聊天 會說很多次 知道他的要求想怎樣做 有一個優點 是 我們是香港公司 客人是香港人 我們可以去香港見面 沒錯 不用每次走上來 因為我真的找了一些 譬如台山的裝修公司 每次都上來去拿名 沒錯 我們也是在香港見面 香港見面 想我們V家裝修王 我們旺角展廳 舒舒服服 沒錯 還有我們有很多材料版 沒錯 提醒了我 我也忘記拍了三集 也忘記跟觀眾說 雅蘭中心第二期七樓 704到706 我們現在是碧海銀湖 我們現在的展廳 即是Persy 因為現在我們有很多客人 都在找我們做 沒錯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 這些房子有什麼要注意 尤其是材料 沒錯 選擇什麼磚 長身做什麼 你知道又有何有成 我們會把材料等等 圖紙放在那邊 如果大家找我們 要溝通 其實只要在香港上 我們雅蘭中心 就可以看到設計大師 好好地溝通 好 繼續 這樣我們才會跟客人溝通 知道他的要求 我們儘量在香港跟他見面 談了幾次之後 知道他的需求之後 我們會初步做一個平面圖 按照我們現場原有的藍圖 我們開始會跟他做一些他需要的設計 改動的設計圖 之後我們會讓他確認 嗯 確認了之後 我會再了解他的預算 以及他這間屋的用途 譬如他用來度假 或者長期住 或者養老 或者退休 都不一定的 變成我們就會跟他聊天 大家共識了一個我們叫做預算 一個大心 譬如我們預算多少錢 去做這間屋 那我們就開始做一個收來設計 嗯 就會出一些效果圖給他確認 效果圖確認了之後 我們會提供一些材料給他 嗯 還有我們會做一個更加精準的布架 這個精準的布架 是會提供材料樣板 我們施工的裝修王會解釋給他聽 每一個步驟怎麼做 為什麼我們的材料跟其他公司不同 那些材料哪裡來 安全度是有多少 安全性是有多少 譬如環保 防水 木材 譬如我們用什麼木材 不會說發匯 地板 我們用什麼地板 瓷磚我們的防滑度 種種 我們都會跟客人解釋得很清楚 這個很重要 沒錯 貨比貨 沒錯 有些客人說大家拿兩塊木板 又說我們貴過大佬 只有木板 都不知道多少種類 多少牌子 沒錯 沒錯 他同意之後 他會確認和我們簽一個簡單協議合同 我們就在香港那邊收定金 開始工作 整個流程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的優點就是很多我們都可以在香港進行 沒錯 很多人說大家一起下來一次 再現場看一看 對 到時候我們會安排業主人一起上來 沒錯 變成業主人有些買一間別墅都很忙 對嗎 沒錯 另外就是我們師工有馬哥在這邊 所有馬哥、蕭強 全部和大家看著工程 而我們切駕大師也會一邊監察著 沒錯 中港兩地就是我們去跑 而且我們一向做師工 我們一向都有一個習慣 我們有一個鏡頭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工程去進度 所以我們這樣 我不敢說你找我們做裝修 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我只能說是合理 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絕對是做到到位,安全 就是那些東西不會騙你 就是說這些材料 原來拆開底部也不是那些 沒錯 我聽你說只是做個防水也不簡單 對,防水和人都不同 我們基本上像這些別墅屋 因為這麼近湖景 有這麼多水 還有外面有個停車場 因為我做好山頂屋 山頂的老闆屋 通常他們很害怕 他們會用很漂亮的石 有時候如果水滲進來 不一定是天花的 有時候在地下 我上一集說過 我們其實防水 我們會從地下一路做到上去 一般人其實他們都不會做 但是我們做不僅 我還會做到頂 做到頂,防水 對 打風落雨 沒錯… 也不怕 你簡直可以用來做游泳池 也不怕 我想 為什麼呢? 你只做一個家庭 我相信很多老闆 都可能會花多少錢 做更好的材料 沒錯 做更好的傢俬 萬一一流水 而將這些傢俬 不是普通的 一滲爛 滲爛 那個損失真的很大 沒錯 還要搬開再整個 這是很麻煩 很浪費時間的事 沒錯… 這樣了 其實很多觀眾都有問 Persy 你認識那麼多的老友 又說大師 我告訴你 我是給足面子的 他一向在香港 或者在外國 都做一些上市公司的主席 有些地產上市公司的主席 不要介意我 先透露 都是他做的 有些沒得騙的 沒得假的 都是他做的 所以其實這次 因為我看到碧海銀行的別墅 都是很多大老闆 一些明星去買 所以我邀請Persy 親自出筆 親自來給我們老闆 所以很重視每一個 沒錯 每一宗生意 好 如果大家看了幾集之後 覺得你也想了解一下 找我們公司來幫你 去看別墅 都去了解你怎麼做 下面有個聯絡電話 我們咬人中心 你可以預先打個電話 來約定我們的設計師 或者約定那個 少強 然後就可以上來 我們先預先聊一下 先聊一下 先了解一下 很方便 在香港已經可以看到面 好, 大家有什麼問題 記得留言 謝謝大家收看 下次有什麼秘訣再教大家 好… 下集見, 再見 再見… 下集見…